这北极熊不仅会喝可乐 还能从一排饮料中挑选出真的可乐 大口大口的就喝下去 隔壁的大猩猩不服了 也抢着表演喝可乐 我的天啊 同一个动物园里 居然有两只会喝可乐的动物 这你见过吗 而早在一个月前 这动物园因破产即将倒闭 风哥的老板买下这里 让他成为园长 把动物园重新搞火起来 可风哥刚进来 动物几乎全被卖去抵战 就连只老鼠都看不见 唯一一只活的动物 还是只患有抑郁症的北极熊 但这就是免费送人都没人要 不仅动物没有 就连员工都只剩四个 风哥一上来就干劲十足 没动物那就买几只回来 但老园长告诉他 大型动物走完所有购买流程 至少也得三百元 再等下去 估计大家都凉了 为了鼓舞士气 风哥请大伙吃了顿饭 就在晚上回动物园时 原来这只是个模型 动物园的前员工为了卖钱 才打算偷出去 然而风哥这一看 立马有了主意 既然没有真动物 那咱们就假扮动物 也是这人偶太长了 于是他们找了家专 做电影道具的公司 定做了树类 狮子 北极熊 和大猩猩的仿真服装 为了扮演动物更逼真 四个员工还会练习各种姿势 真的是只要我不干大 干大的就是别人 但你还别说 这大猩猩演得还挺真 很快 动物园重新开张 第一批游客也已经到来 而风哥在后台做指挥 这群人半处上 真的能做好吗 你见过树类抱着树干玩手机 狮子站起来脑痒痒 大猩猩不停跳舞 还有北极熊扶着石头 不敢见人的吗 因为他们都是游人假扮的 所以有游客的时候 树类抱着树干都快撑不住 狮子原本站着又连忙趴回去 而有老园长假扮的北极熊 要出面给游客看的时候 那双老寒腿都抖得不行 原来北极熊是炖冬天的 所以风 essa游客 都可以冬天的 因为游客 游客 游客 好像哪里不对 为了让这四个动物演得更逼真 园长风哥更是亲自上场 卧槽 这男的会说熊话 几天的努力下来 虽然客流量有了点 但还是不够保住动物园 风哥决定再定做个长颈鹿 可几天过去了 道具方却没了消息 他去到现场一看 好家伙 给人卷钱跑了 留在厂房的 只有一个长颈鹿的头 没办法 只好将计就计了 风哥把鹿头装在机器上 只露出头部给人看身体 勉强骗过了游客 然而园区刚有起色 扮演北极熊的老园长 却忽然病保了 本来动物就不够 却要是再少一只 那真的完了 风哥决定亲自上场 他穿着厚重的熊服 在烈日的照射下 还被游客砸汽水 他终于体会到了 人偶演员的不意 熬了一中午 风哥都快渴死了 见四周没有游客 他的目光瞄准了地上的可乐 接着他搓开瓶盖 大口大口地就蹲下去 结果这一幕 被新来的游客拍下 他瞬间成了网红北极熊 第二天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纷纷抢着要看会喝可乐的熊 这可让五名员工充满了干净 接下来是时候看我表演了 这北极熊扭开瓶盖 捧着可乐就大口地喝下去 他还能从五颜六色的汽水中 顺利挑出可口可乐 这下更是秒边代言人 可乐都成乡地送过来 隔壁的大猩猩不服 也跟着表演喝可乐 惹得旁边的树莱满脸不爽 怎么 百事就不配有名字吗 短短一个月 当时要倒闭的动物园 现在赚得盆满钵满 身为园长的风哥 也顺利完成老板的任务 成功升职加薪 然而老板转头就说了个坏消息 原来动物园这块地被富婆看中 打算开发建个度假村 所以老板才让他把动物园做起来 以来提高地价 卖个更好的价钱 现在风哥可以回去 通知那四个员工准备收拾走人了 可这段时间下来 他早就对这里有了感情 而且今天是入园两个月 大伙还给他举办了庆功派对 就连以前走掉的老员工 都接连回来工作了 风哥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看着大家欢声笑语 这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然而拆迁的消息 还是从网上爆出 那群老员工一看 立马就火速闪人 前一秒还热闹的办公室 现在又只剩他们五个了 他们没有丧气 反而决定发起反击 他们把动物园门票设成免费 并宣称富婆商是黑心企业 必须抵制暴力拆迁 这下富婆收到消息 火气瞬间爆炸 这要是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度假村我可不想见了 眼见自己的地要卖不出去 老板必须想办法 把那四个员工赶走 而且他还收到消息 听到那网红北极熊是人办的 这要是真的 那可就抓住把柄了 老板来到动物园 直接跑进了北极熊区 但眼前这只熊 却是那只异域北极熊 毕竟风哥他们也不傻呀 接着异域熊直接扑倒老板 按在地上不停摩擦 眼见要出人命 风哥赶紧穿起熊服吸引异域熊 虽然自己也被咬在地上 但最后还好只是衣服破 人没大碍 可这样一来 就坐实了动物是游人办的 动物园迟早要被拆 风哥只好使出最后一周 他跑去找富婆 说可以在度假村里 见个生态动物园 这样不仅保住了名声 又能赚大钱 两全其美呀姐妹 最后动物园得以保留下来 还建立了野生园区 给更多动物提供了 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如果是你 你能看得出人假扮的动物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秘密动物园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感谢观看